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营贵族学校吗 他觉得自己当初真的是傻了 好那名嘴黄志贤日前则是公开高喊他支持两岸统一一国两制 这到底有没有涉及违法呢 陆委会说会继续搜集证据 那现在听到这个消息 黄志贤呢也马上在脸书上回呛 说陆委会是比白色恐怖还要恐怖的台独 而且比独裁者还要轻面獠牙 至于谢欣则是跟阿翔爆发了不伦恋 那么现在工作停摆还被各界给围剿 那么有男星就站出来 疑似要护花 这个人呢就是刘志涵 他在脸书上就写着这样子的话 说人一生谁无过 合上嘴巴留一条路给人家走吧 好但是网友也吐槽他哦 说你自己两段婚姻都离婚 而且一次都是你外遇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特别惺惺相惜呢 话蛮酸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真正需要一条活路的应该是北极熊才对 俄罗斯的近郊最近有一只北极熊 出现在大马路上 但是呢他看起来很疲惫 而且找不到食物吃 之后呢还瘫倒在路边 那专家就说这真的很不寻常 是不是因为地球暖化 所以迫使他们必须要到近郊去找食物 好今日的精选则是要带您来看到 有国中模范生趁着跟韩国瑜合照的机会 直接就说你不要选总统 不要这么把你的感性压过你的理性 好但是现在这个学生被好多的韩粉攻击 骂他是什么呢 骂他是小屁孩啊 还说你是不是书呆子被洗脑了 那韩国瑜虽然有说 他觉得才15岁可以勇于表达意见 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他真心这样觉得吗 有专家就说他从韩国瑜的肢体动作 有看到不同的解读 比个赞拍完照 国中生话才说到一半 就被韩国瑜大手一拨挥到旁边 国中生自己出面还原现场 韩国瑜周三出席模范生及毕业生合影活动 不少人对韩国瑜的肢体动作更有意见 就是觉得学生是地位比较卑下 他是个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 所以他会去刻意摸头 盘市长他在看待所有的年轻人的时候 甚至所有的年轻人的时候 他都是把他当作是一种幼儿幼态的 这个角度去思考 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会真正真心 尊重这些人的看法 镜头回到当天 韩国瑜先是伸手摸摸人家的头 紧接着学生开口 韩国瑜就用左手把对方往外拨 头也不回 说尊重拍拍 但画面会说话 各界纷纷声援 作家朱又勋写下校长的回应也很棒 学生利用难得遇到市长的机会 把想问市长的问题 在合适场合合理表达 想法诉求 而非传统单方面听从大人的意见 是为了孩子需要具备的能力之一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有不同看法 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概要的现象 台湾怎么今天落到这种 全国家局势疯狂 实在是很像1933年 市长你那个时候 1933那时候 西特的那个时候 那是什么意思 笑而不答请大家自行联想 但对年轻人的重视 嘴巴上说一百遍 还比不上镜头前真实表现 三连新闻彰化 高雄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